如何使用AQUATEC的手電筒呢? 首先,將這個彩色盒打開 裡面附有一張AQUATEC的說明書 請仔細閱讀,小心使用 這個盒子裡面呢,它還有附有兩個備用的OLIN 裡面還有一條捲線器 然後請將手電筒打開 首先握住頭部,然後反時針,將它輕輕的反時針 將燈頭一筒針打開 請用二號電池三顆 正極往上,負極往下 然後輕輕的將二號電池三顆 推入手電筒的銅聲 然後再將燈頭順時針,將它鎖緊 請將它鎖緊,直到手電筒的燈可以燈亮以後 它就是可以使用了 然後反時針,可以將手電筒熄滅 順時針,可以將手電筒再次打開 然後再可以將它反時針熄滅以後 請將裡面鎖附的捲線繩 手電筒的底部有一個洞 請將反繩,讓它扣緊 然後用捲繩的另外一端的勾勾 將此反繩後面有一個小洞,讓它再扣住 可以將手伸入,握住手電筒使用 萬一在潛水的時候,不小心掉落手電筒 它不會掉到海水裡面去 將手電筒這樣打開 反時針將它熄滅 然後可以將它手部推出 反時針,將它打開 輕輕地將它打開就可以 然後將二號電池取出 長期不使用時,再將它鎖緊 順時針將它鎖緊就可以了 鎖緊直到看不到這兩條歐鈴 所以放回原來的彩色包裝盒 預備下次再使用 附有兩條歐鈴,可以再放回去 即說明書 預備以後可以再次閱讀 然後將這個彩色的紙盒 讓它密閉、環境 讓舊使用完畢 讓舊使用完畢 完成 完成 完成